由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主辦的市民論壇活動 今天論壇的題目就是 民為法案知多少,你我參與最重要 早在2005年的7月 澳門歷史城區就被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其實澳門的文化遺產是我們廣大市民 一個很珍貴的共同財產 所以去建立一部能夠全面而完善的 關係如何保護這些文化遺產的法律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遺產保護法》第一家團的公開諮詢 就在去年的6月結束了 《文為法》的早月小組 在今年1月也完成了一個政府的內部諮詢 現在展開了第二輪 至今個月30日的一個公開諮詢 我們非常高興邀請了文化局的官員、專家學者 和社會團體的代表來論壇 和大家一起探討有關的問題 我在這裏首先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的幾位嘉賓 分別有 澳門文化局副局長陳澤成先生 澳門博物館館長陳瑩健先生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會長林發音先生 澳門文物大使協會監視長梁曉嵐小姐 歡迎各位 以下我們會首先邀請幾位嘉賓 分別表達一下對於今次諮詢的看法 我們對於不動產類、不動產類的文化遺產的評定 和修改的工作 是有一個程序可以跟隨的 另外就是為了更加有效 不動產類的文化遺產 所有人和利益相關的人去擁有 或者去管理他們的文化遺產 我們亦都設立了一些掌位 藝術無優惠、技術支援等的措施 目的其實是去強化政府和私人之間的合作 去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 另外我們亦都有一張條文 去建議設立文化遺產委員會 希望通過這個諮詢的組織 更好地連綴社會國界和市民的力量 共同去參與和推進文化遺產的保護 其中在第五十七條第一本 列舉了一些動產類的文化遺產 它當中包括了家具、宗教制義的器物、陶瓷器、 宗標珠寶、金銀銀器、 它說飄客或者飄送、樂器、科學的器具、 紡織品、軍系、交通工具、考古文、手稿、 被報告印刷品、檔案主席和陰像資料、陰像媒介藥 所以為了落實對動產和遺產的保護 動案中對這個保護的範圍作為一個框架 並規定了經作出必要的配合之後 將不動產的制定方法也適用於動產 當然也考慮到動產持有人的 或者是動產方面的安全 在第五十九條規定了 平定的批示是不對外公布的 另外一個文化遺產保護法的一個重要章節 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亦都是文化遺產其中一種 大家都知道近年來 文化生態是發展得、變化得很快 澳門歸物是長期生活中創造的 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就受到越來越大的衝動 一些靠口秀和行為成全的文化遺產 是不斷地消失的 很多的傳統技藝 行臨消亡 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 最有效的保護方法 就是通過立法來加以保護 香港文化遺產委員會 因為大家社會上 對整個八規的討論 文化遺產委員會 就會討論得比較多些 我們的看法就是 文化遺產委員會 根據草案提及到 它的純粹 即是它是一個諮詢組織 在澳門政府當前 諮詢組織的體制之下 它是一個純粹的諮詢機構 當然它除了一個純粹的諮詢機構之外 其實我們就會比較關注到 哪怕它不能夠成為一個有權責的實體 但是它即使是一個諮詢機構也好 或者更好地發揮它的諮詢的功能 它不能夠在人員的組成上面 和其它的諮詢組織會有少許的不同呢 那我們的傾向就是 我們更加認為它 當然要適當地引入民意的代表 或者甚至是一些相關利益的界別人士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假如我們將那個寄託 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諮詢寄託 在這個實體的基礎上的時候 我們更加重要的是 它應該提出的意見 和它各方面的東西 是應該有相當的根據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覺得 它應該定位為一個專業性的委員會 在眾多的不同的政府 正值之中 其實文化遺產委員會 應該是一個專業的委員會 不一定是一個民意代表 不一定是一個利益代表的委員會 那這是第2個體法 第3個就是 有關那個管理的 文物管理的實體問題 那我們知道 當前的文化遺產 其實澳門就是 我們講的文物建築 分屬於不同的 業權 本利權 都分屬於不同的實體 那在過往來講 當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管理的部門 發生了內部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某一程度上 是會比較被動的 社會比較被動 那作為政府的代表 文化局 其實都有時候會比較被動 因為我們知道 很難去介入 因為我們充分理解 所以就說 因應這個新的 文化遺產委員會法制定 的時候 我們考慮 加入那些商人的條文 當在文化保護政家裡面的民民 它的內部管理發生了問題 讓違和到建築本身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 透過條文 就說授權 政府的代表 文化局 透過適當的方式介入 這種介入不一定是 接收管理權 而是加強那個監控和監局 那這個我們認同的 我們就很樂於見到 這次的圖案 除了對已經列入澳門歷史 食區的世界文化遺產 有明文的保護規定之外 其實對不動產 動產 以及非物質的文化遺產 都有較詳細的保護方案 這些保護措施 我們認為是可以令到 澳門的文化 是以完整的整體來 去保存下來的 那如果這個文化是 能夠得以完整的保存下來的話 那對將來 旅客 移民 外面的國家 甚至是本地的居民 就能夠從各方面 整體地去體會到 澳門的文化現貌 而都更能夠容易 理解當中的文化內涵 那這些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 先講回自身先 就可以培養到 我們市民的 使命感和自豪感 而除了這個 自發性的一個感官之外 其實草案內 也有一些獎勵 獎勵的套師 來去鼓勵一些 市民去參與保護 那在這些內在 和內部的因素影響之下 就希望 市民的觀點 能夠潛移文化 這樣主動 參與文化保護 那其實呢 澳門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 就面對一系列的迫在未設的問題 有待解決和理想的 那當中我們最關心的呢 其實就是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之下 怎樣去確保歷史建築的維護 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在兩種之間呢 取得這個病毒 那文化遺產其實是我們的共同財產 那希望大家繼續積極參與討論 發表意見 那讓我們的文化遺產 可以一代自不代地傳承下去的 那今天的市民論壇活動 就到這裡結束 多謝各位市民和嘉賓的參與 那我們下期的市民論壇 將會在5月3號 就會回到 遊漢第四階休憩區舉行 到時見 拜拜